北京欢迎你 在太阳下奔向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 曾经 大家好 在中国吃饭的时候 如果别人敬你酒 但是你不喝 是不是没有礼貌? 是的 是的 为什么呢? 嗯 就是用传统的思想 就是 就是只要你不喝 就是认定的理由 嗯 嗯 肯定 就是约定俗成的理由 对 如果你工作 就是出去应酬的话 就是 这就是一种文化 或是一种交流 你如果不去 就是喝汤的话 就是一种 但是我也没有礼貌的行为 嗯 就或者是 你不想跟对方合作之类的 你对中国人的九州文化有什么想法?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不同地区的九州文化有不同的 就其实不同地区是有不一样的九州文化 像 呃 东北这个区域 或者说北方这个区域 他们的九州文化会比较的 有一点点像 嗯 但他们 就是东北人的性格会比较 嗯 嗯 就比较开放 然后 就以喝酒作为社交 以及商务交往之类的一种 很 嗯 觉得 就是一种很 effective的方式 所以就是他们 基本上 饭桌上面都会有酒 但是 对于我来说 我的家庭是 因为我是南方人 就是中国的南方 然后我们一般喝酒 就是点到为止 就是一次就是一小杯 然后 然后就喝意思这样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地区 也要看家庭 看个人 啊 当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啊 有什么穿风的做法 就是要让 长辈先 先吃 然后 你才能吃 就是长辈先 啊 你才能加菜 然后就是 大家 喝酒碰杯的时候 那个杯子 就是 如果是比你年长的人 你这个杯盐的话 你小辈 要比长辈的杯子低 要低 胖辈的时候 就 就 就是 如果我年长的话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 他比我年长就是这样 我不能这样 啊 啊 嘿 我们发出什么声音 就是 酒菜的 骗子 对 不能张着嘴吃饭 嗯 嗯 还有一些 公共的一些 餐桌 餐桌 不 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 敬酒 然后并表示一些 祝福啊 尊敬 要两只手 对对对 两只手 我有这个样子 拖着也行 就是 就是 小的就是 随便的 转叹 是 没有 通常一些正式手 我们比较喜欢喝白酒 中国白酒 中国白酒 中国文化 有没有消极的因素吗 为什么 嗯 首先 嗯 我会确定一点就是 它不仅有消极因素 而且在某一种层的度上 它的消极因素还蛮大的 在上海这些很大的城市里面 会有一些年轻人就是 或者是很多上班族 一些很多白领 他们会 要在酒度上喝很多很多的酒 去迎合他们的上司 去获得职位精神 所以他们会 有时候 会因此 甚至我听到过 当然这个肯定是个例 有人因为那酒 就想喝太多酒而死了 被逃亡 被逃亡 碰杯的时候 就要注意的礼仪 或者是 其他比如说 还有很多 特别是你在把这个放到很多职场里面的时候 就会变得更复杂 比如说如果你跟你的老板 比如说你会有很多上司 你站的是哪一个派系 其实主要就是碰杯的问题 碰杯的问题 当全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做法 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是大人一桌 基本上是大人一桌 和小孩一桌 喝酒的一桌 和不喝酒的一桌 然后 当那个大人没有吃完的时候呢 就是一般小孩是不能走的 就是还是得 呃 呃 小孩 都是一起吃饭 一起开始吃 一起开始吃 对一起开始吃 就没有没有讲究说谁先冻筷 没有 就是我们有 我们有 我们有 我们一定要是就是年龄最长的 或者是最就是最尊贵 或者是怎么样 呃 长辈 第一个冻筷 嗯 我们带他去吃 嗯 你觉得 酒酒 文化 有消极 因此吗 嗯 我觉得 对于中国人来说 有些人他不习惯在饭桌上喝酒 或者说他们的酒量不好 那如果是在酒桌上面被拼命灌酒 或者是 就是他们本来就不太会喝酒的情况下 就是 要一直被灌酒的话 其实对身体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尤其是那种经常 经常出现在饭局上 酒桌上的那些人 他们不是那么一次两次的事情 而是经常要出现 那种business man 然后 嗯 我觉得对于身体还是有蛮大影响 因为他不像是自己家里喝一两杯 这种对身体好的这种 而是那种大量的关酒 然后 嗯 我觉得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第一个是酒量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有可能 像比如说外国人 呃 就是说 他们可能没有这种文化 嗯 然后你要他们一时间的去接受这么大量的喝酒 其实也挺难 我觉得这个 这两个算是比较消极一点点的 嗯 就是他有点强逼着 也不是强逼 就是有一点点 嗯 要别人去接受自己的文化 那种感觉 有这种文化 有什么想法 嗯 我认为其实这种文化 就相当于是 比如说在其他的各种地方 他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文化 打个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说我知道在美国的学生会里面 比如说大兄弟和姨姨 他们有一个准入的仪式 对不对 比如说你进去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做非常糟糕的事情 嗯 然后你才能够进入这个 究竟怎么糟糕 咱们就不说了 酒中文化在某一种程度上 有一点点类似 比如说相当于是 他是从你从一个children 一个幼儿进入到一个成人的一个准入仪式 你学会喝酒在某一种程度上 跟你是否成熟 是跟你是否进入了这个成人圈 你进入了这个society the whole society的社会圈 是有一点挂钩的 嗯 如果你不会喝酒 你不会被在中国 你不会 大家都会有一点感觉你不是很成熟 嗯嗯 所以说这种酒中文化 其实就会像是很多部落里面 他们最后比如成年的时候 你出去立个鹰或者立个狮子回来 才表现你足够勇敢 你有这个足够的能力去面对以后成年的各种风险 它某种程度上是挂钩的 然后在现在的中国来说话 首先就是每个地区 因为中国很大的版图 有很多的不同的城市地区 所以每个地区对它的文化的重视是会有不同的 嗯 像比如说有些地方呢 会觉得如果是女孩子的话 喝酒也可以 就我们说的有句话叫以茶代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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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